4月22号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 近年来我国全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增加 世界地球日相关专家 在接受中国三农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 对地球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有不利影响 因此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非常必要 玉米价格自去年以来持续上涨 以其为原料的饲料价格 未来走势又会如何 另一种饲料原料大豆的价格 又将有哪些变化 中国三农报道记者为您带来专家解读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对外公布 明确了现阶段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对象和标准 其中明确逐步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各位好 这里是2021年4月22号播出的中国三农报道 我是主持人高凡 4月22号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最新森林资源评估结果表明 2010至2020年间世界森林面积每年净损失7050万亩 同期亚洲每年净增加1755万亩 而亚洲森林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于中国 森林增长的背后是我国持续植树造林 修复草原湿地 加强荒漠化治理等一系列举措 过去五年 我国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 森林抚育6.37亿亩 天然草原综合植被概度达到56.1% 草原生态状况逐步向好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持续增强 湿地从抢救性保护进入全面保护阶段 五年新增湿地面积300多万亩 荒漠化防治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 目前全国森林面积33亿亩 其中人工林面积12亿亩居世界第一 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3.04% 森林蓄积量超过175亿立方米 连续30年保持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双增长 成为全球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增长最多的国家 已经完成了我们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公优 密集处承诺的到2020年的森林蓄积量增长目标 并且现在森林自备探存也达到91.86亿吨 今年的世界地球日主题为 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物多样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 我国不断地加大生态空间保护力度 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 红树林是全球物种多样化生态系统之一 在广西北伦河口红树林保护区 这里分布着我国连片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 这里的红树林保护区面积 从原有的1274公顷增长到现在的3000公顷 随着保护区生态逐年向好 自2014年以来 对栖息地要求极高的世界极微物种 少嘴域也年年来此栖息觅食 今年我检查到栖息少嘴域 为数量最多的一切 经过我们调查鸟种 从2008年的1877种 提升到2021年的296种 生态保护规划先行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已初步完成 涉及红树林等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35个优先区域 覆盖了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 时速期间 国家将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加快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 黄河重点生态区 长江重点生态区 海岸带等生态屏障的介绍 强化对红树林以及热带雨林 等重要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改善生态系统质量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云南省地处全球36个生物最丰富 且备受威胁的陆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核心和交汇地带 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 随着当地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增加 近日在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科院哀劳山生态站植物分类专家 成功培育出了宾威植物水青树的种苗 水青树它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 它是最影视的一个植物物 虽然极其细小 具有很高的物种保存物价值 在无量山自然保护区 科研人员还对黑棺长臂园和灰叶猴 进行巡视监测 黑棺长臂园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宾威物种 以前在这个附近很少看到野生动物 但是现在长臂园 灰一核 这些都已经到达村子边 然后这个兽类 丹林 猎龄 蚝猪 这些都在村子附近都能够看到了 截至2020年底 云南省已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地362处 初步形成了以旧地保护为主 千地保护和离体保护为辅的物种保护体系 85%以上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得到有效保护 亚洲象 滇金丝猴 滇池金线疤 滑盖木 苏铁等宾威野生动植物 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在每年的世界地球日 全世界的人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环境 生态和地球的关注 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三农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等问题 对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 都有不利的影响 因此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非常必要 专家表示 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 不仅会威胁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有害物质会随着自然循环 危害到更广泛的地区 比如说农业生产之中的化肥的过分使用 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之中的化学品的过度使用 这些都是对于自然环境巨大的破坏 我们知道南极企鹅身上的农药超标 为什么 没有人去南极去打农药 都是因为我们在家乡 在我们田间地头去过分的使用农药 那么这个进入这个循环之后 自然对他们的降解已经跟不上 我们对他们的投放的速度了 此外 专家表示 过度工业化的农业生产 容易造成农植物品种单一化 不仅抗风险能力大大减弱 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比如猪 比如说这个非洲猪瘟 为什么一下子能这么肆虐呢 因为我们的猪啊 你到山村里 一家农户养的猪 都是进口的乌克兰白猪 就是品种高度单一 品种和基因单一化之后 它病毒的传播就变得高速高效 专家表示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需要动员每个人 每个组织 每个企业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共同应对危机 如今 随着世界地球日活动影响的扩大 和人们意识的提升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民众 积极参与到环保运动中 通过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 到今天为止 全球有十亿人参与 有七万五千个机构 正式签字 加入了地球日的伙伴关系 世界地球日 它的使命就是 要动员大家 共同以多样性的形式 改变教育和激发 参与到环境运动 这样的话 我们相信的一定会使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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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30对未来饲料价格的走势进行了预测 据了解 饲料成本一般会占到 畜牧业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二左右 对畜牧产品的最终价格影响较大 2020年1月份 自繁自养的养殖成本 每公斤在14元 到现在已经上涨到17到18元 其中玉米的贡献率 基本要达到50%以上 去年以来 玉米价格上涨 甚至超过小麦价格形成价差 很多企业开始用小麦替代玉米控制饲料成本 而监测数据显示 由于小麦提供的能量水平要低于玉米 只有玉米和小麦价格比大于1.1比1的时候 用小麦替代玉米才有优势 由于近期相关部门提高了最低收购价小麦的拍卖底价 专家认为 这将减少玉米和小麦之间的价差 让部分饲料企业重新采用玉米作为原料 它是一个地板价 就是现在就等于说这个地板太高了 那么对小麦来讲 小麦的价格也要水涨船高 那么小麦价格上涨以后 它跟玉米之间的价差可能会有所缩小 那么也对这个小麦私用替代也会有一定的意志 我国的畜牧饲料主要采用的是 以玉米大豆为基础的配方 玉米价格预期会处在较高水平 那么大豆的价格又会怎么样呢 2020年 我国大豆产量为1900万吨 主要用于居民食用 四用大豆基本为进口 而随着南美主要生产国 逐渐控制开荒种植的规模 预期未来全球大豆产量的增速将放缓 供应上增速没有以前那么高的情况下 需求稳步增长的话 全球的这个大豆供需 还是一个平衡偏紧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它的价格呢 也会保持在一定的高度 在饲料中 大豆主要提供蛋白质 相较于其他原料 优势极其明显 像小麦的蛋白含量 它只12% 像玉米的蛋白含量就更低了 像其他的一些菜籽 它的蛋白含量可能是20%多 它像大豆打到30%以上 打得接近40%的这种作物 还是比较少的 由于国际大豆价格 长期维持高位的预期 不少企业也开始尝试 大豆替代品作为原料 我们有替代的有菜破 然后现在从乌克兰进口的 像这种葵花籽破 然后国内的还有棉籽破 还有米糠破 其实颜料替代的非常多 总体来说 虽然原材料价格上涨 推高了饲料价格 但是由于各种替代方案的出现 2020年饲料价格的整体涨幅 要低于主要原材料的涨幅 玉米的整体的去年 年内的这个增幅到20%左右吧 然后整个饲料的这个增幅 没有这么高 百分之十几 分析师表示 未来饲料价格还将维持高位 猪价进一步大幅度回落的可能性 也不大 养猪的高收益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未来利润率将恢复到长年水平 对于外购子猪人养殖户的话 要注意一定的市场风险 对于自反这样养殖户来说的话 合理地做好生产安排 做好饲料管理和生活安全的管理 我觉得今年还能够保持 比较好的收益水平 根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1至2030的预测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将出现双下降 但是棉花的品质和效益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报告预测 到2030年 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为4420万亩 产量553万吨 分别比现阶段的平均值 下降10.4%和7.4% 专家认为我国棉花生产成本 要高于国外 未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将成为棉花行业的重要任务 单位的产量成本来看的话 我们的棉花成本大概是印度的1.8倍 美国的3倍左右 美国的计划推广程度是比较高的 它基本上是全程机械化的 所以它在 它用工这块基本上是为零的 然后印度的话 就是它整个的用工成本和 土地成本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专家指出 进一步提高基彩棉的配套栽培措施 是棉花生产提质增效的重要环节 种植的品种还是比较多乱杂 然后就未来的话 就是种植的棉花的品种的一致性 更加适合基彩的种植的方式 还需要进一步跟基彩棉去契合 同时为了防范气候变化等因素 带来的风险 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棉产区 还应该保有一定的栽培面积 保证国家棉花供给的安全 我们认为就是稳定在现在的 大概1000万亩左右的一个水平 稳定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和新疆的一个合理的占比 对我们提升我们整个棉花产业的安全 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21号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近日公布的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1年版的相关内容 标准涵盖了农村微房改造 文化下乡等80多个公共服务项目 其中在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住房需求方面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逐步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 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保障司负责人潘伟介绍 国家将继续实施农村微房改造 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 采取多种方式提升农房品质 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 随着脱贫空间任务完成 保障对象调整为农村低收入群体 对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 政策支持 且依靠自身力量 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库 给予支持 逐步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另外国家也将继续做好公租房保障 对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进保 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 让群众早日搬进新区 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 达到6.51张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和工商保险的参保人数 分别达到9.99亿人 13.6亿人 2.17亿人 和2.68亿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 自开展以来取得一定成效 截至2020年底 全系统监督检查农村地区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509万户次 取缔无证无兆生产经营主体4000多户 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近3万件 查扣违法食品46万多公斤 我们来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消息 黑龙江 牡丹江 宁安市 在近期种植马铃薯的过程当中 采用了大四化磨下滴灌栽培新技术 和传统的种植方式相比 这项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商丝同是黑龙江省牡丹江 宁安市兰港镇 民河村的种地大户 往年中两场地 他需要花钱请很多帮手 今年不仅顾得人少了 效率还提高了一倍 商丝同所说的大四化栽培技术 就是大拢栽培 全程机械化 水肥一体化 施肥立体化 药肥一体化为核心技术的 马铃薯种植模式 大拢栽培通光透风性较好 可有效降低马铃薯的绿鼠率 水肥一体化 则可以实现肥料实时补缺 用大四化磨下滴灌栽培技术 种植出来的马铃薯 颜值高品质好 价格比普通马铃薯 每公斤能多卖两毛钱左右 每亩增产10%左右 近期各地的特色农产品 也进入到了收获季节 这些特色产业 不仅丰富了消费市场 也拉动了一方百姓 致富增收 一起了解一下 浙江杭州春建乡 现有茶园面积 约8900余亩 2020年 茶叶产量达870余吨 产值8000多万元 为了提升茶叶的品质 当地茶叶种植户 与专家团队合作 对机器进行升级改造 除了在茶品质下功夫外 当地还通过举办 评茶大会 主题演出 茶香集市等活动 延伸产业链 增加茶叶的附加值 这几天 贵州前西县大兴社区的 大鹏黑木耳 也进入了采摘季 当地采取公司加合作社 加基地带农户的方式 统一管理 统一收购 目前大兴社区 已种植特色黑木耳 五十一亩 共七十三个大棚 每个大棚 年产干黑木耳 五百到六百斤 我们家族 我们组工也很高兴 这个组里面 组里面 还是三几千块钱 这两天 在陕西渭南蒲城县 近万亩牡丹花迎春绽放 当地农户 将成熟的花瓣采摘下来 送到工厂加工 这些花瓣经过加工提取后 便可以做成护肤精油 目前蒲城县牡丹花产业 已辐射周边五个村 每亩平均产值在四千元左右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中国三农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内蒙古图木级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迎来了候鸟迁徙的高峰期 数量达到二十多万只 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大宝 在内蒙古图木级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数万只候鸟在湖面上栖息觅食 其中包括白鹤 丹顶鹤 红燕等国家级保护鸟类 截至到目前保护区内的候鸟已达到了二十万只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白鹤的数量在2020年是2100只 今年达到了2500只 然后它占全球白鹤种群数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有逐渐增长的趋势 白鹤被誉为鸟类活化石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世界宾威物种 全球仅有四千余只 四月下旬到五月初 白鹤将陆续飞往我国东北地区 最终抵达俄罗斯远东地区繁衍生息 记者还发现十几只大宝 正在保护区内一处草原上觅食 大宝是世界宾威鸟类 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属于大型第七鸟类 国内种群数量不足两千只 近几年随着保护区环境不断改善 保护区内大宝种群数量稳定在三百余只 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在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 在同一地点多次拍摄到 狼群从镜头前走过的场景 他们排成一队 有序慢跑还不时地四处张望 如此规模的狼群出没非常罕见 但当地没有人居住 狼群并不会对居民和家养牲畜产生威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三农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的微信和微博 更多精彩视频请下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